退休後的生活 其實是一種修煉 我們聊到退休 馬姐就說 我跟你講 退休生活的第一步 第一個 一定要搬到 有電梯的地方住 很實際 就年輕的時候 你要不要住有樓梯的地方 都沒有關係 因為你有體力 妝化掉大不了 再重化一次對不對 可是年紀大的時候 你總是有頭疼腦熱的時候 或者是腿小不靈光的時候 對不對 萬一你不舒服的時候 你的樓梯你要怎麼應付 其實這也是 我在前面的人生經驗 有一段時間 我們大家不是都要住別墅嗎 對... 然後也去買了一個獨棟 你知道我們家一樓 還是挑高四米二的那種 然後二樓 三樓 四樓 你知道 我每一家車庫 我有時候到 跑到地下室要上班 跑到地下室要開車出門 所以發現忘了帶什麼東西 那你知道我的主臥室在三樓 所以我要從地下室 跑到一樓 一樓又挑高 每一樓都挑高 然後你就快要給我累死了 真的 然後我因為我跟我男朋友 就兩個人我們住的房間 那就要自己打掃對不對 每天光擦那個樓梯 我就快要哭了 你知道嗎 然後每次我們下來以後 如果忘記拿什麼東西 我就跟我男朋友說 你上去拿 他說 你上去拿 然後最後我們兩個就為這個 吵架 你每天下來以後 你就不想上去 上去以後你就不想下來 真的 後來我想說 我們現在還年輕都這樣 那如果我們老了 我們還要住這裡嗎 真的 後來我就想說 然後慢慢我就跟明川一樣 我開始 大概五十歲開始 我就開始準備要退休 要開始在心情上 要給自己做準備 要轉換心情 我就想說 如果我老了 我要住一個什麼樣的房子 如果還可以給我再選擇 我應該要選一個 什麼樣的生活環境 應該怎麼樣生活 慢慢我就想 那我應該要去住一個 沒有樓梯的這低點 沒有樓梯就是一個平層 也比較安全 比較安全 然後坐電梯上下 我也不要住太高的樓層 對 那我就覺得說 因為這個爬樓梯 對我的健康 或者對我的這個 有時候心一級會危險 對 會危險 而且老了你真的 為什麼老人這個 莫名其妙就會摔跤 不能摔一次就 平衡 對 平衡退化 對 腳的腿的力量都不夠 所以我覺得 我以後退休 一定要第一個 去住一個有電梯 不要有樓梯的地方 而且那個 出大門的時候要貼一個 記得 關瓦斯 老花鏡 手機 錢包 鑰匙 鑰匙 而且孫瑪也說 你們家還一定要有 可以讓狗狗溜達的停樂 或者陽台 第一個要有電梯 第二個就是說 最好是這個方便遛狗的地方 因為你知道我跟我男朋友 兩個人平常不吵架 最愛吵架就是要遛狗的時候 有時候下雨天或冬天很冷 誰出去遛 我說你去遛 他就算進去 你去啦 對 然後我們兩個就會吵架 後來我們的買房子 都買在那個要嘛有院子 所以我們才會去搬去別墅 有一個院子 他自己去 對 我們就把門打開 他就自己去 對 後來不然就是要有一個露台 或者陽台大一點 對不對 你就沒有一定要 下雨天要出去遛狗 這些都是我覺得 就是退休的時候要準備好的生活 所以現在如果要規劃的時候 就應該把它想好 對 要提早準備 所以你現在 你在叫 馬姐 對啊 庭院果樹終於有果子 你種柚子 檸檬 我的這個 對 檸檬 這個柚子 柚子 柳蒂 檸檬 這個很棒 檸檬 對 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玩遛狗要庭園 那那院子那個空空的 也看起來也很奇怪 所以我就很喜歡果樹 我就買了果樹回來裝飾一下這樣 就那個 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種 三四年以後 我的果樹都 葉子都掉光了 也不長果子了 葉子也掉光了 那剩樹枝 很孤單的在那邊 然後我的朋友來我們家玩 他就說 你怎麼種樹 你們家這什麼樹 我什麼都看不出來 我說果樹 這個是柚蒂 這個是檸檬 這個是柚子 他說怎麼看起來都看不出來 到底誰是誰了 我說那怎麼辦呢 原藝的教我怎麼種 我也照他的方式種了 可是就沒有辦法 後來我鄰居看不下去 來幫我種樹 他就常常來我們家的時候 給我一些這個 要怎麼 對 就是怎麼撕肥 或者他去幫我 然後什麼弄什麼弄 你看我們家現在 這些果樹長得多漂亮 這個我前兩天拍的 所以你家說什麼 綠手指有沒有 對 有的人是適合 你是植物殺手 對 其實我不是植物殺手 我什麼都殺 沒有什麼東西我養得好的 來來 講到 明川 說這幾年 你有另外一個退而不休的計劃 是什麼意思 對 其實我是有階段性的 包括比如說有個最好玩 就是我大概十年前曾經有 腦筋閃過以後要做什麼 就是如果我不做這一行 或者是我還在娛樂圈 但我要轉一個什麼樣的身份 可以繼續延續我的這個工作 我十年前一度想要去轉型當購物專家 因為我覺得我們平常都在推薦東西 平常都在就是你知道幫大家介紹產品 這應該是我的長項 是 我就偷偷摸摸的很認真地在觀察 每一個購物專家他們怎麼賣東西 然後觀察主持人怎麼起承轉合 因為對我來講 這是我未來工作謀生的能力 怎麼樣框組合 怎麼樣跟場代演戲 你知道我們就是 我都很認真在觀察 然後差不多到幾分鐘 準備要進那個VCR畫面 讓大家打電話 我超認真的 十年前開始我就會做這些事情 可是後來慢慢地發現 我從小學的時候 我的志願是老師 就真的是老師 可是在我的這個工作歷程當中 不太可能變老師 雖然大家叫我明川老師 那也只是一個假議題 我不是真的老師 你是真的 你是 你不是就造型老師 那你不是也有教插花嗎 但我的認知裡 老師是要去學校教書 他是要那種老師 真正的學校的老師 我是正經鬼 其實我底子是正經鬼 所以我覺得說 你沒有那個教師 你的假議題還請真多的 就是說我沒有那個教師證 怎麼可以叫老師 我就真的去學校教書 然後我就去就是拿了這個教師的資格 在學校教書 我就真的會早上早八的課 我是早八的課 然後在新竹 然後開車去上課 人文與設計學院的藝術總監 跟明川老師 然後我帶學生去金鐘獎 去做一些參訪 去文創作參訪 然後學生的這個 他們現在學生 大家都要去比賽 你要給他們一些方法 就是我其實滿樂在其中的 因為每個人都以為 我去當老師是插花 就是插插花 只是去見 就不是明川是真的當老師 我是真的喜歡去學校教書 而且我是樂在其中 我當然這幾年也有做花藝 所以花藝也是我另外一個斜槓的事業 那我也有開一些花藝課 像這一場課最有趣 這場課你知道是什麼嗎 這場課當時的標誌就是 桃花自己插 所以畫面上有幾個人 已經嫁為人父 然後也像蔡小潔 就是剛懷孕 小甜甜當時還都沒有男朋友 就是想說 我就說我們要告別單身 桃花你們自己插 對 她抓議題抓好準 然後我們當時的那個 我們那時候LINE的群組 叫想脫單 OK 現在這些人脫單的脫單 就只剩我 剩我一個人落單 什麼意思 是 對 所以就是我覺得在 這個花藝的部分 我其實自己也做得很有興趣 是因為我覺得花藝 可以讓大家生活不太一樣 然後還有廚藝 真的很棒 這個就是最近這幾年 突然培養起的興趣 那也確實開始有一些 跟廚藝相關的邀約 是 對啊 這老師說你是太陽藝 那沒錯嘛 哪裡閒得下來 我也是現在來知道 他這樣講我才知道啊 而且我現在的這個 做菜已經可以做到 大廚 就是 年夜飯 十四個人份沒有問題 年夜飯OK的 十四個人份 然後如果是西市的 二十人份我都沒問題 好強喔 最糟糕的是 我還不喜歡有人幫忙 就是你知道 廚房只能有一個人 不能有人進來 那要從備料到 我樂在其中 我還喜歡洗碗咧 就大家 你們吃碗聊天 你們在喝酒的時候 我就去洗碗了 我才是 我 洗碗是我的強項 你知道嗎 洗碗也是我的強項嗎 大家不要再爭了 我以後會把你們來洗碗的 年輕人 你在迷惘嗎 聽我一句話 少奮鬥三十年 讓老師幫你持點迷津 從廠平足變成 人生勝利主 跟著星象 趨吉避凶 讓我為你 面對面算命 年輕的朋友 想讓命運好好玩的 大師幫你睡命嗎 詳情請上 臉書官方粉絲團